我叫阿梦琪,来自罗曼米亚,在杭州留学已经三年 这个暑期,我将去拜本期的洋畅客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梦想 这些年,杭州的冰浆区有了过疾病的美誉 因为各国的人在的到来,约来过去范儿了 今天我将拜访一位来自瑞士的创业者,洪志源 他在冰江成立了一个老外的中创空间 能否为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你在杭州的创业经理 我是15年出来创业了 创业之前我是在银行工作了 我是2007年第一次来国内了 这个当时其实之前在瑞士也是在银行工作 然后突然我其实我还是希望一点挑战 来国内了以后,其实我也许先 只想认识更好这个市场和了解和认识更多的人 包括这个沟通的语言,这个中文也需要学会嘛 所以15年第一次出来创业先做了一个APP 然后后面是17年我们有专心作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国际化浮华期 很多一些跟我们一样海外的一些创业者也想在国内创办一家企业 但是可能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发现也有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其实后来是变成一个公司 就是专门帮他们去更容易落地在国内一个公司 然后帮他们提供一些创业的一些服务了 这样一个老外的中创空间里 洋创客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从事的行业割益 却有着在创业路上相似的中国梦 I have a lot of business plans but for now I'll just start with exporting technological staff to Africa smart technology Oh you know this place is they have quite favorable prizes about registering companies and they also tak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it's quite clear and I think the services are good Nihab is a great place to work I just joined the team so I'll be working here most of my time it's a very very nice environment to work and learn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it's an amazing place 你认为外国创业者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挑战比较大 但是答的原因可能其实只有一个 我就是认为信息不对称 其实你作为创业者是不断地需要做一些决定 但是决定你只能才有资格的信息 才能够做好最好的决定 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的目的给它提供 提供资格的一些信息 让它们更容易地去操作它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这边这个Nihab 其实定位可能还是一个加速器的概念 所以我们对接的还是一些海外的偏出算企业 但是可能这个研发能力比较强 所以科技海量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很多项目可能是在这个大数据 然后工资能 生物健康 生物医疗 新材料 等等的一些领域 然后我们这些项目去帮它们来去各种意来做 国内的这个扩展 做这个时常化 所以我们才给它们提供的解决方案 可能还是在提供帮它这个投入字这个对接 特别是因为我们加尼Space 所以这个Space其实是空间去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还希望可以有保留一点 大家来过我们这边的一些照片 对 这是我们今天摆的照片 要不要我们把它贴上去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这个位置可以吗 好 Nihab这个频不算大的传业载体 正在让海外项目连接杭州更多的资源 乃至构建开放 高效 富有活力的转新穿业生态系统 助理杭州的国际化进程 Actually Habits is an amazing community and a company its work with us actually give us a very good support since we opened they help us with communicate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the taxes for social security all of these staff for foreign entrepreneurs they support us 100% on all of this 我们从创办的 现在已经逻地在杭州的企业也有50多家 在我们现在新的一个空间 就是在这个滨江区 我们已经逻地30多家 然后现在也是在扩展在 这个期待一地的一些地方 我相信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老外 在关注中国的发展机 他们需要让梦想 梦法的土壤 然后上面 我们收爍 但创办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